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有肢气管疾病的人常会出现气急或者是喘息的情况而且会反复发作 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气肿 即使正常活动喘息情况也可能加重 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二 干咳增多 频繁干咳是肺功能受损的典型症状 很可能是由于肢气管粘膜出现冲血或肢气管水肿导致的 分泌物在肢气管内聚集如果频繁出现不要掉以轻心 三 痰液增多 通常在肺部功能受损时痰液发白 严重的可能还会带有血滋 四 后背疼痛 肺位于胸腔 因此咳嗽的时候不仅胸口可能会出现不适感 后背也会出现疼痛的感觉 当咳嗽结束之后还可能伴随喘不上气来的情况 如果有这种症状建议及时就以检查 除了及时发掘肺部受损的倾号 想要养护肺部我们还要主动出击 首先要远离各种容易伤肺的烟物 像是厨房油烟 二手烟 工业废弃 同时当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 及时戴口罩不给这些伤肺气体入侵肺部的机会 其次可以多吃有助滋养肺部的食物 肺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因此日常中要多注意补水 少吃生冷刺激的食物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